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2年8月26日 早上5点多 警车和急救车 火速赶往朝阳区巴里庄的一家宾馆 几分钟前 一名男子拨打了报警电话 说自己杀人呀 被害人王猛 身受了40刀刺 可以说是有多大的仇恨啊 其实每扎刺一刀都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所有多刀 但是有没有想过 其实他们是一个相爱的一个年轻人 经过确认 报警男子名叫郭京 死者是他的女朋友王猛 经尸检鉴定 王猛西北他人用担任刺器 致尸险性羞克死亡 问了有一段时间 感觉特别突然 然后觉得他可能已经被我杀了 然后我就不想不想活了 当时郭某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大罪 稍微在亲眼的时候觉得 我把他给杀了 我 他陪他一起去死 侦察员在现场调取了宾馆的监控录像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案发前 郭京拿的刀在走廊里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他和女朋友王猛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相信当时他的心中充满了犹豫 因为这个监控录像可以非常清晰的显示 当时这个郭某拿着刀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什么情况 你到底有产生多大仇恨能把一个人杀死成罪啊 这是很让人触目惊心的 郭京和王某案发时都只有22岁 他们是河北一所大学的在校学生 二人在2012年6月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是仅仅过了两个多月 王某惨死在了郭京的刀下 近年来年轻人因感情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悲剧的一再发生 本期节目将通过三个案例和心理专家的访谈 为您解读青少年在婚恋关上出现的问题 一起走进今天的听审计时 被告人郭京今年25岁 目前是河北省某大学的学生 被告人郭京于2012年8月26日三十区 在本市朝阳区巴里庄布丁连锁酒店 因感情纠纷和其女友王某惨发生争执 后被告人郭京持事先准备的水果刀 致王某惨死血性修复死亡 被告人郭京中案后于当日向国安机关投案 检查机关指控被告人郭京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致人死亡 犯罪性质特别恶劣 情节后果特别严重 社会危害性极大 应当以故意杀人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王某是陕西省咸阳市人 玉海时22岁 他和郭京是大学同学 案发前二人在河北某大学读大三 之前我们两个一直在一起玩 挺特别好的旁边那种 但是没确立男女朋友 然后在五月左右 他主动说拥抱一下吧 当时是准备跟他确立男女朋友 我知道他态度之后 我就想跟他好 因为我之前对他一直有好感 就是因为不知道他的态度 所以说没有追求他 郭京说 他对王某原本就有好感 王某的这番举动 让他怦然心动 2012年6月12日 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郭京还给王某起了个昵称 叫苹果 我女朋友叫苹果 跟我很谈得来 挺活泼的 漂亮 独立的女生 挺漂亮 挺优秀的 有自己的想法 两个孩子毕竟都是家在外地 共同在这个石家庄一起上学 同让在外地 可能说同在异乡的两个年轻人 在这个生活上慢慢的相互交流 可能会产生一些感情 一个月后 学校放暑假了 郭京到广东省的一个单位实习 王某回了陕西老家 2012年8月23日 正好是七夕节 也是中国的情人节 郭京特意约女友王某 在北京见面 他们两人每次去到学校去上学的时候呢 都要在北京去倒车 一是过七夕 然后顺便陪他在北京买买衣服什么的 2012年8月23日上午 郭京和王某瞒着双方的父母 在北京见了面 分开了一个多月 两人再次见面都很开心 但是没想到 第三天 王某却惨死在了 郭京的刀下 24号当天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争执 没有 没有 还是很好 是吗 25日早上起来之后 我朋友就有一点不高兴 就是忽然之间不高兴吗 对 不高兴的表现是什么 不和我说话 不和你说话 我碰他太好推 理由是什么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 我待时间长了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我没有说什么 我看他不知道 我也就 自己待在一边 郭京说 王某的一个异性朋友 崔某 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他甚至有点怀疑 王某和崔某 是什么关系 本来今天咱俩第一个戏戏 我想陪你好好过的 结果他过来了 然后没陪你好好玩 没给你买成东西 然后而且逛的时候 你们两个一直交流的比较好 就是一直在你们两个交流 完全就不是我的存在 然后后来说开了 事情说开了 郭京觉得没什么事了 他在网上挑选了一款 四百多块钱的皮包 打算送给王某做七夕的礼物 但是遭到了王某的拒绝 更让他想不通的是 两人见面的第三天 王某突然提出了分手 不给买包他不用 不给买包他不用 一会也不用 我说是那个意思 我说要我说出来吗 我当时就没话了 我就懵了 感觉他突然 季女士 在朝阳区巴黎庄附近 经营了一个水果摊 2012年8月25日 晚上11点多 季女士正准备收摊时 突然有一个男孩 向他借西瓜刀 她说先我回家切个西瓜麻 就给你送来 我说不行 我说我这麻 人家又管我可以 还切是吧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 季女士至今还记得 借刀男孩非常阳光 自始至终都是带着笑意 挺正常的 挺笑意的就这么说 他呀 他到哪里就跑 他让我买 我说我刀 我说我自己家就一个刀 我怎么可以卖你 我不可以卖你 他就刀就拿着 就一百块钱 就往哪里扔 拿着就跑了 季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郭京给了他一百块钱 借了一把西瓜刀 在警方调去的监控录像中 可以看到 晚上11点多 郭京拿着刀 在宾馆的走廊里 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在门外一直犹豫了一个多小时 还是觉得很爱他嘛 不忍心 一直在想我们之前的这些事 你到底什么时候让你下了决心去伤害王某 郭某说 监狱一个电话 他给我开了门 然后喝了杯水 我上去厕所 把那刀放在了垃圾桶里 他听到王某给另一个 他们都相互认识的男同学打电话 他听到这个电话当中了 这个男同学啊 把他和郭某分手的事情告诉我们的同学 那郭某更难接受 当时之前是想进去就扎他两下 然后当见到他之后 我心又软了下来 但是 两次放弃动手的郭京 最终还是没能战胜心魔 在和王某说了几句话后 郭京再次拿起了尖刀 我最后可能能最后再抱你 我不行 然后我拉着手 他把我手摔开了 然后我说 你别再来罚我 所以 这样再见了 铸成大错之后 郭京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是自杀 后来稍微有点亲爱的时候 觉得 我把他给杀了 我 他陪他一起去死 他当时他对着已经死了的王某说了一句话 他说亲爱的 你别着急 我马上过来陪你 然后他用手啊 把这个王某的眼睛 就合上 然后拿起了 这把刀 去扎向自己的 这个左胸部 爸 儿子对不起你 你和我爸要好好的 一定要好好的 答应我 好 后边打个伤子梦一场 扎刺了自己的这个心脏部位 扎了两刀之后 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勇气自杀了 他甚至想过把刀放在墙上 然后自己冲过去让这个刀去顶在这凶膛里 他试了一下 犹豫几次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勇气 看他手机亮了 我妈里回的信息 应该是四点多 我说他说 儿子怎么了 你是不是做个梦了 郭京说 母亲深夜的来电 让他潸然泪向 他想起了寒心如苦 把自己养大的父母 想起了温暖的家 可是自己的所作所为 顶刻间毁了这一切 后来我先给他打打 我说我把苹果杀了 妈就当时杀了 然后他说 怎么了到底 然后我就说 他要跟我出分手 我妈说 所以你说分手也不能把人杀了 然后之后我就说 我说妈我想见你 我害怕 然后说我想回家 在通话中 郭京的父母感到震惊和伤心 父母最终理智地告诉郭京 不要逃跑 赶紧抱歉 后来说的时候 我妈说 让我自首去 我当时开始不敢 后来说了之后 我就同意了自首 庭审当天 被害人王某的父亲 从陕西老家赶到北京 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参加了庭审 请求平视福泰民事被告人 郭京 悲伤死亡 悲伤金 双大费 被决日生活费 精神福利金 差领费 共济人民币 175万 兵签 223.5元 我对于 我所做的事 想到非常后悔 不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我对不起我的朋友 叔叔阿姨 怕我的痛 如果我还有 媳妇出去的话 不愿意接受 比叔叔阿姨当儿子 上 笑 听审中 郭京的辩护人一再表示 郭京的父母会想方设法 对被害人亲属进行经济赔偿 请求被害人亲属的谅解 但是被害人王某的亲属一再表示 不接受郭京的道歉 请求法院对郭京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王某的父亲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向法庭表达了被害人亲属的意见 真正的人家法官 人家检察官 去年8月20号 自我女儿22岁的生日 可今天过着五天 就成了他的记者 不然回首 他就在我的身边 我们家三虎 简简相拥 多少思念画 多少情情 画作的一生长期 两行热 我们哭起前没有哭起机会 回来了 听着王某父亲的滋滋血泪 郭京常跪不起 在旁听席旁 郭京的小姨也跪了下来 请求王某父亲的原谅 在悲伤气氛的笼罩下 无论是被害人王先生一家 还是被告人郭京一家 都几尽崩溃 你觉得别人可以原谅 你就会了吧 你觉得自己表现很好吗 站起来 你也是个优秀的 或者说学校给你出了 一个正名的优秀的学生 死者也是个学生 从刚才家属所反映的情况来看 死者比你优秀 因为他是党员 而你是个入党鸡皮分子 但是不可否认 你们都是大学生啊 我要说国家培养你多长时间 你的父母呢 死者的父母呢 你觉得你每次主动的给被害人家属跪一下 被害人家属会原谅你 或者你自己内心就会减少一些贿重吗 被告人 回去好好想想你自己的行为 何则拒 不何则离 如今青年人对婚恋关系的态度 反映出一种开放的自我判断和自我选择 但同时也暗藏着情感危机和不安的心理 那么年轻人应当如何面对情感挫折 如何进行情绪管理呢 我们来看心理专家的分析 青少年该如何处理复杂的感情和人际关系 本案中 郭京和王某在学校里的表现都很突出 但是心理专家赵喜刚认为 学业优秀并不能代表一切 并没有太深烈的方向感 我必须要杀害我女朋友 他更多是想要吓下她的女朋友 让她要反过来 投我的怀抱 就你不要跟我分手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悲剧的发生 心理专家赵喜刚分析 往往是男性对女性的赞誉更强 但很抱歉 咱们在女性心理 他们往往并不是最好的 最适合自己的爱人 鉴于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郭京无视国法 因感情纠纷 迟到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致人死亡 以构成故意杀人罪 鉴于被告人郭京 具有自首情节 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 可从轻处罚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被告人郭京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另据了解 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 被告人郭京的亲属 已经替郭京 向被害人王某的亲属 赔偿人民币 四十万三千元 王某的亲属 撤回了对郭京的 附带民事诉讼 2012年10月23日 晚上七点 在北京市东城区 北极阁湖通里 一名年轻女子 倒在血泊中 被害人经过鉴定 她的主要死因 还是胸腹部的损伤 是造成内脏的破裂 失血性羞克死亡 被害女子姓曹 是案发地附近 某单位食堂的服务员 经法医鉴定 曹某时被人用刀 刺中胸腹部 伤及心脏 锁肺上液及肠管 导致失血性羞克死亡 我女儿在其他地方 都关系特别好 平时在单位 这个人缘什么 挺好的 周某就是在案发现场 昏迷的男子 是曹某的同事 她的腹部中刀 肠管破裂 受损伤程度 属于重伤 当时有没有这个疑问说 谁会对女儿通下这样的事 对就是啊 除了她没别人 曹某父亲说的她 叫雷乃富 胡同里的监控录像 拍摄到了她的行凶过程 在开车 这本人雷乃富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有雷乃富 雷乃富是吧 你的初生年年日 1987年6月23 雷乃富 今年27岁 河南省淮阳县人 初中辍学 不前在北京大公寓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2年10月23日 19时许 被告人雷乃富 在本市东城区 北极阁胡同内 雷乃富持尖刀 刺激曹那 胸腹部 四肢等部位束刀 并刺划曹的禁部 致曹那被伤及心脏 左肥上液及场管 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被告人雷乃富 还持刀刺激 前来劝阻的 胸腹部 双上支束刀 致周庇部开放性外伤 操管破裂 经鉴定为重伤 庭审中 检查机关 指控被告人雷乃富 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被雷乃富杀害的曹某 是他的同居女友 二人有个三岁的儿子 受重伤的周某 是曹某的同事 你和被告人前哪 是什么关系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 对 您是刚去结婚了 没有人你结婚 是事实上的婚人 对 什么时候结婚了 2009年 女儿平时生活里是什么样的人 性质有点倔强 曹某是河北人 遇害是年仅22岁 曹某的父亲说 她有两个女儿 曹某是她的大女儿 多大来的北京 17 17岁吧 她是自己过来的 是 同我平时介绍的 在北京 曹某在餐饮业做服务员 因为打小就很自立 父母对她一直很放心 雷奶妇是河南人 在一家餐馆做厨师 因为工作关系 2009年 雷奶妇和曹某 确定了恋爱关系 就是我也劝过她 就说你最好晚点 别太早 那个 她总是年轻人 谁也知道 说 说那个没用 2009年12月 曹某突然告诉家人 她要和雷奶妇结婚 因为曹某怀孕了 本来就对她们那个婚姻 本来就不喜欢 对 为什么 觉得不好的 那一年 雷奶妇22岁 曹某19岁 曹某跟着雷奶妇 回河南老家举办了婚礼 但是并没有办理结婚上去 曹某的父母 对这段婚姻并不看好 没有去参加女儿的婚礼 她就是坚持的 她跟你们表达 她还是对这个 对这个雷奶妇的人 很有感情 对对对 举行了婚礼 并且生了一个孩子 他们两个其实是 事实上的夫妻关系 2010年3月 雷奶妇和曹某的儿子出生了 可一年后 两人因为闹矛盾 开始分居 又过了一年 雷奶妇和曹某的矛盾 进一步升起 2012年10月23日 晚上七点 曹某 惨死在雷奶妇的刀下 你当天去找曹某 会做什么呀 因为我俩之前不是拌嘴了吗 拌嘴了 完了我想让她回去看孩子 这孩子在哪呢 在我妈那呢 在北京 你跟曹某吵架了吗 我跟她之前 不因为但是我没有必要 我跟她吵什么吵了 就是你让她看孩子 她不是什么意思吗 对 说孩子不要了 跟她没关系 一会儿让我去告她 你告她怎么样 就不管孩子了吗 你接着说 然后搬什么事吗 然后就聊 聊那些破事吧 聊完了之后 完了孩子也不管 完了我可能就生气了 生气我就把她炸 炸了她什么故事吗 炸了还没炸到她 炸了肚子 炸了肚子 对 炸了没炸到 当时我不记不太清楚了 你应该看到的藏炸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应该是 两次吧 你炸了藏炸 那几刀 当然我记不清楚了 很多刀 还是说就一两下 应该有好多刀吧 没哪副吧 他没有 他挣不到多少钱 就是挣了 他要管 管不了家 他不顾家 曹某的父亲告诉记者 雷乃夫是厨师 每个月能挣三千多块钱 女儿是服务员 月收入 只有一千多元 可是每个月 雷乃夫都把工资花得金光 还得朝女儿要钱 根本就不顾家 吃喝 交朋友 请朋友一大帮子吃饭 打架 在曹某父亲的眼中 雷乃夫缺乏家庭责任心 对妻子和孩子都照顾不周 他拿着什么东西 轮了他一下 把眼就打青了 整个眼就青了 2011年 曹某生日那天 父母来北京 看望女儿和外孙 随后把他们 接回了河北老家 就是能过 你就凑合着过 脾气都忍受一点 谁脾气也不太好 2011年年底 雷乃夫和朋友 在广东开了一家饭馆 曹某的父亲说 广东之行 差点要了女儿的命 开个饭店不是 开了几天 我女儿差一点 没让他雷乃夫打死 曹某的父亲告诉记者 到了广东 雷乃夫对待女儿的态度 更是肆无忌惮了 不但对曹某拳脚相加 还软禁了曹某 连钱都没有 身份证手机 什么都没有 都让雷乃夫给压住了 2012年6月底 曹某在父母的帮助下 只身逃回了河北 从那以后 他决定离开 这个可怕的人 但是一个月后 雷乃夫从广东 追到了河北 回到我们家 雷乃夫又找去 我一口拒绝了 我说以后 你就别跟他过了 没法过来 你们 2012年8月初 曹某来到北京 在东城某单位食堂 做服务员 雷乃夫知道后 有多次找到曹某 要求复合 但都吃了闭门羹 直到案发当天 雷乃夫再次找到曹某 这一次 他的上衣口袋里 揣了一把尖刀 一把尖刀 你怎么想到 拿刀出来呢 要加成啊 过来就已经过了 大了 打了我 这过来以后 跟你说话了吗 说了 说了什么呀 你谁啊 完了就过了 就因为我当时 听到这话 等我留下都已经 打到我脸上了 正常情况下 你把白症的鸭子 容易造成胖死亡 这个你知道吗 因为到晚没想到 没想到你说 就是情绪 通过来说吗 对 不要生气 对 正常的话 我也想到那个时候 不能控制自己情绪吗 能控制的话 我就不至于 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情绪 所以才做的那些事吗 因为当时 聊到那个地方了 我相信你啊 如果换了 任何一个男人 当时聊到那个地方 他 我估计都 不一定能接受得了 在庭审中 雷乃夫一口咬 周某就是那个 破坏自己家庭的第三者 案发当天 正是因为周某的出现 才导致他情绪失控 酿成大祸 对于雷乃夫的这个说法 记者曾向周某了解情况 下班了 他回家了 我回家了 也没怎么聊天 除了上班 也了解不了太多 周某是食堂的厨师 曹某是服务员 案发是 他和曹某刚刚认识 两个多月 周某说 自己家庭美满幸福 有一个一岁多的女儿 因为是老乡 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 但是他从没有听曹某提起过 雷乃夫这个人 他也不认识雷乃夫 不问他这个样子 我都结婚了 我还了解这些干嘛 两个人只不过是单位的同事 关系比较好 这是他个人的观点 你要不相信 你要不相信可以问我们同事 并不存在雷乃夫所称的 这个两个人有男女朋友的关系 他说我女儿有什么事 我不相信 我真不相信 我感觉谁过去都应该这样吧 周某说 案发当天 自己是出于好心 才去阻拦雷乃夫 而案发一年后的今天 雷乃夫却仍然认为 自己还是受害者 他认为自己这个行为是 任何一个人在受到这种 刺激的情况下 都会做出的行为 但事实上呢 他把这个问题 总而看得比较偏激 这起案件同样是情感危机 引发的血案 而更让人心痛的是 他们三岁的孩子 在成长的过程中 将缺失父爱和母爱 孩子幼小的心灵 将遭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 那么本案中的被告人和被害人 在走入婚姻之前 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他们的父母 又是否考虑过 这对小夫妻能否担任起家庭 和养育后代的重任呢 婚恋观是人们价值观 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的体现 近年来 人们的婚姻观发生很多变化 我觉得人长到一定的年纪 你会觉得一种精神上的孤独 你喜欢找到一个跟您心灵相通的人 需要两个人维持吧 我觉得可能人到二三十岁的时候 慢慢承受下来 你会有这种精神上面的需求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结婚之前谈恋爱 谈恋爱的不干嘛 找到合适的人 找到对的人 赵喜刚认为 婚前恋爱 是男女双方增进了解的过程 目的就是为了双方 共同选择适合自己的伴侣 避免因盲目走进婚姻 造成更严重的损害 2013年12月20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 鉴于被告人雷乃夫到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罪行 且其亲属 代交赔偿款三万元 由此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雷乃夫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同时法人认为 雷乃夫是严重暴力犯罪 人身危害性较大 应依法对其限制减刑 另外 法院判决雷乃赔偿 曹某亲属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四万一千余元 赔偿周某经济损失 两万五千余元 2014年1月3日 凌晨一点多 一阵追打叫骂声 划破了通州区马居桥镇 三街村的宁静 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在某网吧门前 撕打了起来 两人说着说着就互相骂起来了 然后发生争执 动几手来了 打斗 仅仅两分钟 一名男子硬生倒闭 他的胸口鲜血之力 然后被朋友送到医院前就 但是呢 因为这个伤势严重 后来前就违下死了 经警方调查 遇害男子姓吕 26岁 事件报告显示 吕某身体有多处针孔状伤口 符合被他人用无人刺剂 刺破右贯状动脉 致心包填塞死亡 剪刀也长约四五尼米长 跟其他的一般的作案凶器不一样 一般那个 那个其他的作案工具啊 都是那种明显的带有致命伤的 逆人性攻击 根据从这个现在的事件报告来看呢 致命伤只有一处 就是刺破心脏 右贯状动脉的那一刀 法医根据吕某的伤情判斗 刺扎吕某的凶器是一把剪刀 那么是谁给了吕某致命一击 他又为何随身携带一把剪刀呢 被告人发现这个 他刺到人了 非常害怕就逃了 在调查中 吕某的朋友王某告诉侦察员 刺扎吕某的人叫马凯 他是吕某前女友的男朋友 案发十七个小时后 警方在大兴区将马凯抓获归案 被告人在这个刺伤他人之后呢 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 让他到这个通通区来接他 我能无意间炸到他的胸部了 后来他跟着这个他的朋友呢 一起到了大兴 在大兴呢 一直躲到网上六点多钟 我真没成想说能打起来 因为当时 就是有一个有两个认识的人 我也没想成想 我俩动机手 现在开题 马凯 还有别的名字吗 没有 得到岁数了 27多年 被告人马凯 今年27岁 初中文化程度 北京是大兴趣人 补钱无业 2005年 因犯寻衅滋事岁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2007年 因犯交通肇事岁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两年 这次因为什么被抓的 这次因为故意伤害 刚二年的时候是以涉嫌 那时候是涉嫌故意杀人 现在开始法定调查 请徒刑宣读起诉书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起诉书 经依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马凯于2014年1月3日临时许 在本市通州区马居桥镇指剪刀刺激旅游 右手胸部刺破心脏右冠状动脉 致心包甜菜死亡 被告人马凯作案逃离现场后 于2014年1月3日被公安机关查获回案 2014年7月10日 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马凯 无视国家法律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 犯罪后果严重 社会危害性大 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了 被告人马凯 你和被告被害人旅游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一个球员的队友 那那个网敏和旅游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我不知道 也许他们是普通通关系吧 被告人马凯 你和被害人旅游过去有什么矛盾或者恩怨吗 没有 庭审当天 马凯的父母坐在旁听席上 看着儿子的背影 母亲一度无法控制情绪 气不成声 他胆是小 对方五个人呢 他自己 马凯出生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 全家人靠种地和打零工为生 马凯初中毕业后开始混迹社会 两次触犯法律被判刑 没少让父母操心 从小爷在一块儿玩 后来他们也是用打架打我们的火箭 最近几年不表现挺好 平时就是老惹事吗 平时不这么惹事 脑呆了 后来他眼睛还小呢 上中学的时候 被告人之前有过两次刑事经历 这就是 那还出什么回事了 出什么回事了 家长不管是吗 那当然好回事了 好严了 20岁的时候 因为交通诏事 是指他人死亡 根据案卷材料显示 2005年 马凯因犯巡信滋事罪 被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2007年8月 马凯因犯交通诏事罪 被北京市大刑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两年 而让父母没想到的是 儿子今年27岁来 却再一次闯下大祸 平时的孩子倒是 他是淘气爱着事 平时的爱着事 对是爱着事 这回这回公司的运营 他运营的搞的像 那个什么嘛 针锋吃醋啊 他说戴个剪刀 他这唇子是胆小 对方五个人 都不是身高马大 都给他撞 他说旅游可能跟他差不多 都给他打 听说了 就是 不知道孩子打架 连人给砍了 都听说算是 没见到是实事 他不年轻人 火力太壮 没离我们家私人利弊 说咱们屁股说就不好听 就算打架叫人都来不及 在马凯父亲的眼中 儿子生性胆小 从不惹事 那么案发当天 马凯与吕某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 有为什么在电话中对骂呢 对 马凯呢 非常生气 人家犯罪 咱不主张 咱不说的对 可是呢 事儿 用什么用 在电话中 先约就要在某地见面 平白误误 怎么杀别人啊 对不对 跟别人怎么不起冲突 当时冲突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使用剪刀 因为就是他对我进行攻击 这同时我才 选择用剪刀炸的 因为当时救我 救我自己 我害怕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受到攻击 也许是我自认为的 下意识保护自己吧 对老马凯 当时你持剪刀 扎完 扎完人之后啊 被害人旅游有什么表现 好像他的车里边 拽出一根 发亮的东西 很长的 也就 我感觉是 不是砍刀 就是铁棍 那么被害人旅游 追了 追了多少 追了我将近有一百米 究竟是什么事 让马凯一时冲动 失去了理智 庭审当天 马凯在供述中 多次提到了自己的女朋友王某 据调查 案发前 马凯与王某在一起 而且案发当天 马凯刺扎吕某使用的剪刀 正是王某的化妆工具 被告人马凯与王某啊 是男女朋友关系 已经相处三年了 而王某呢 和被害人旅某之间呢 曾经处过 也是男女朋友关系 后来分开了 分开之后和这个 被告人在一起了 马凯的女朋友王某 与被害人旅某 曾是男女朋友关系 马凯与王某相处的 三年时间里 并不清楚 王某与吕某 是否还有联系 人家媳妇给抢过去了 人家怎么着 和谁鬼 男人不急 马凯的父亲告诉记者 案发当天 如果吕某没有给王某 发那种短信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法庭调查 被告人马凯 和被害人吕某之间的矛盾 因何而起 准备休息的时候 他我女朋友 就是王某去洗手间了 这个时间段 他手机响了 我伸手就把手机 拿起来看了他 一个没有姓名的电话 就是写三字问睡了 我就问王某 我说谁给他发的 谁给你发的 我说都看11点 11点了已经 接着王某说 可能发错了 接着我就拿我 用我自己手机 就这里面那一天 接着我说你是谁 我说你是不是旅游 他说我是 我就把电话挂了 把电话挂了 回头王某 我就跟王某 王某就跟我哭 说就跟我说 什么就是我 我回家的这段时间 他身上没有钱了 没钱了 跟旅游借钱来 我说你答应过我 说咱俩 不跟以前的男女朋友联系了 我说你为什么 还要联系 我说你没有钱 我说你可以跟我说 我是你男朋友 我照顾你生活 是应当的 接着这电话又 留的电话又 打到王某的手机上了 王某还就说那些 说没事没事 就把电话忘了 我当时我就跟王某 找着你 王某的否认 让马凯 粗意横生 他拨通了 吕某的电话 约吕某见面 说要替女朋友 王某还钱 他就怀疑二人有染 马凯气势汹汹的 约吕某见料 还戴上了一把剪刀 他真的 失去替女朋友还钱吗 经过公诉人这个观看的视频 能够证实在视频中发现这个被告人 有逃跑逃离现场的这个这个动作 随后被害人旅游 手持这个某个状物 某状物那个在后面追赶的过程 他能辨证出这个这是谁吗 辨证不出来 这个后面的白色衣服是谁 这是刘 他在追赶谁呢 这应该是追我的 能看清旅游身上拿的什么东西吗 看到我 近日 记者前往通州区吕某家中走访时了解到 案发前 吕家正在为儿子筹备婚礼 吕家都是 人生挺大的吗 那肯定的 当然人家现在都拔不出来 据了解 吕某的父母至今都无法原谅马凯的行为 他们向马凯提出了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精神抚慰金等 共计110多万 但是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马凯全家靠种地和打零工为生 上百万的赔偿款 对于他们来说 根本无法想象 有个人在提讯的期间跟我讲了很多道理 我自己的性格缺陷 导致了两个家庭 导致现在这么沉重 我对不起旅游的父母 我希望我不管我去多少年 最多少年监狱以后回来 我会像小姐我父母一样 小姐旅游的父母 别对我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我只想跟我爸妈说一句话 说的 不是不用转 就在这说就行 好了 别再刺激你爸妈了 我不说了 对不起 对不起他们呢 对不起 突然尝试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然后又没有了 你当然受不了 赵喜刚认为 年轻人因感情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 根源在于心智不成熟 无法正确排遣心中的负面情绪 他们就觉得在爱情 比较重要的一段 是清晨期的末期 就是青年开始主力的初期 除了爱情没有别的 是可以骄傲的事情 专家提示 此类案件的发生 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在青少年面临感情危机时 亲属及朋友 应当给予及时的心理疏导 这种感情有可能是欲望 也有可能所谓的是记性 也有可能是常情爱情 都有可能 但你得去甄别 而不能抓着一个女孩抱着她 这是我一辈子 我抓着一个男孩 这是我一生 恋爱观世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才会慢慢形成的 在形成的过程中 又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再加上青少年本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群体 对于通过个人经历和朋友 而得出的恋爱观 未必全部都是正面的 所以这就需要家庭 学校和社会提高 对青少年情感的关注和关心 提高对这方面的教育和帮助 那么法院最终会对被告人马凯 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4年9月2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认为 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 有一定的责任 鉴于马凯到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 其亲属能积极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部分经济损失 两万两千多元 可依法对马凯从轻处罚 判决如下 权力起立 一 被告人马凯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 被告人马凯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赵金红 李书汉 各项经济损失 共计人民币 三万六千三百三十八元五角 马凯的亲属 以交纳民事赔偿款 两万两千三百元 其赔偿款 应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给付 三 博恶回负责民事诉讼原告人赵金红 李书汉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亮智慧人生 生活从此不同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在影视剧中已经很闪亮 却勇敢地选择了跨界 在歌唱的舞台上再次点亮人生 跨界歌王王者无界 每周六21点08分 锁定北京卫视收看跨界歌王 北京时间为跨界歌王官方互联网合作伙伴 登陆北京时间网站或下载北京时间APP 看不一样的跨界直播 感谢收看今天的庭审计时